是求下列无穷等比级数的和 第一小题1分之1加1分之1加1分之1加到无穷 好,那我们可以观察第一小题的首项A1是1分之1 而公比的部分呢我们用第二项1分之1去除以第一项的1分之1 我们可以得到公比是1分之1 所以我们要求的无穷等比级数的和就等于1-公比分之A1 好,所以1-2分之1分之2分之1 那我们计算一下 分母的地方是2分之1分子呢也是2分之1 所以我们无穷等比级数的和就等于1 第二小题的部分呢 1-2分之1加4分之1-8分之1 将16分之1一直到无穷 好,那我们的首项的部分呢是1 而公比的部分呢第二项是-2分之1 第一项呢是1 所以-2分之1除以1的话 我们的公比得到的就是-2分之1 我们带到公式当中 无穷等比级数的和就等于1-公比分之首项 好,那1-公比呢是-2分之1 首项的部分呢是1 好,那分母1加2分之1 所以就变2分之3 那分子呢还是1 所以我们相当于是2分之3的导数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就是3分之2